2018年的圣诞节又已到来。 圣诞节Christmas,是一个宗教节日,也是西方的传统节日。 随着社会的发展,圣诞节在中国的传播也是相当迅速,这几年装扮圣诞树,吃圣诞果,参加圣诞派对,以及圣诞购物,都成了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。 然今年的情况好像有所不同,国人对圣诞节的热情,好像一下子呆了很多。 这是杭州最热闹的河房街景区,今年在这里竟然没有一丝的圣诞节气氛。 圣诞节本是宗教节日。 12月25日,是耶稣诞辰日,由于把他作为耶稣的诞辰来庆祝,又顾名耶诞节。 19世纪圣诞卡的流行,圣诞老人的出现,是圣诞节开始渐渐流行起来。 整个欧洲,每周开始过起了圣诞节,并衍生出了相关的圣诞文化。 这几年,中国人好像比较热忠于过节,特别是一些阳节日成为各商家、饭店、景区等最热闹的时候。 为此我特意来杭州人气最棒的河房街,虽然不是周类,但这里依然是人头传动,热闹非凡。 河房街,是一条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古街。 它曾是古代都城杭州的黄城汁,更是南宋的文化和经贸中心。 如今,这里已经成为来杭州的游客必须景点。 也许商家也没有刻意营造圣诞氛围,今年的河房街圣诞气氛不浓。 反而是糖葫芦、棉花糖、拉洋片、捏糖人、画糖人。 这些中国传统庙会节目,成为了游客的首选。 你仿佛已经忘了今天是圣诞节,有一种新年逛庙会的感觉。 这位来行的外国朋友,好像已经忘了自己应该要过圣诞节,完全被中国文化所吸引,这一块小小的主板,就让它惊奇万分,爱不释手。 和房街聚集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民间艺人,这里的每个摊位都各有特色。 这位用各种植物编制各式动物的摊位,就吸引了大大小小不同年龄层的游客。 看来除了阳锦日,中国的传统文化照样可以打动人。 这是我看到为数不多的圣诞老人,他的装扮并未给他的生意招来客人,甚至好像都没有人看他一眼,这让他有些失落。 同样失落的,还有这个卖平安果的小摊。 往年这个简单的包装里面放一个苹果,在平安夜当天可是抢手货,价格也是一路飙升。 然而今年一天都没卖掉十个,这让被作货的摊主有些措手不及。 作者简介,寒蚕一夜摄影师,旅行家,自媒体人。 作者简介,寒蚕一夜摄影师,旅行家,自媒体人。 作者简介,寒蚕一夜摄影师,旅行家,自媒体人。